歐盟和烏克蘭峰會三號在烏克蘭舉行 歐盟宣布第十輪的俄羅斯制裁新方案 同時也啟動了俄國戰爭罪行調查 不過烏克蘭入歐 則是沒有明確的時間調 在峰會召開 同時烏克蘭和俄羅斯也持續對烏東地區 進行飛彈攻擊 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 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三號和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召開了峰會 雙方上一次舉行峰會是烏俄戰爭爆發前 而這也是歐盟首度在交戰國舉行峰會 象征歐盟對烏克蘭的權力支持 馮德萊恩帶給烏克蘭的好消息 除了六百億歐元的軍武 以及基礎建設的援助 歐盟也將在二月二十四號 俄烏戰爭週年之際 對俄羅斯實施第十輪的制裁 同時將對俄國提出戰爭犯行的調查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在記者會公開地表示 烏克蘭的獨立和安全攸關著歐盟的局勢 將協助烏克蘭暫時抗俄 戰後重建 尽管歐盟帶來實質的援助計畫 但烏克蘭最關心的入歐議題 歐盟目前並沒有提供明確的答案 烏克蘭去年六月提出申請 希望藉由入歐帶動國內各項產業的整合升級 澤倫斯基表明 期待今年能夠展開協商 在峰會登場同時 俄羅斯持續對烏克蘭發動軍事攻擊 峰會當天 敦內斯克東部的拖列茨克鎮 被俄國的飛彈擊中 而克拉默托斯克市區 在二號也被飛彈攻擊 造成建物倒塌受損 超過二十名居民傷亡 公視新聞章數分編譯 1994年 偶爾